南加州多索亚裔非盈利组织最近都陆续完成升级 可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比如亚太家庭中心便可提供24小时危机热线干预服务 以及紧急和过渡阶段的住房服务 那也有会讲华语的这个治疗师的机构 包括在这个Rosemey那边的这个亚太家庭中心 他们的电话是626-287-2988 626-287-2988 那在Alhambra的这个亚太福岛治疗中心 他们的电话是626-248-1800 626-248-1800 他们在Sarito的诊所是562-860-8838 562-860-8838 他们在West Covina那边的诊所的号码是 626-653-9913 626-653-9913 那在Vanais那边的诊所的号码是 818-267-1100 818-267-1100 那这个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就是华部这个服务中心也有会说中文的心理治疗师 他们的号码是213-808-1720 213-808-1720 此外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还接受白卡或Medical来支付诊疗费用 这些地方的这个心理的治疗服务 都是可以使用白卡或是所谓的Medical来支付 如果说像说任何的人他没有保险或是没有合法的身份 那这些诊所也会根据一个人的收入来决定他的收费的多少 甚至说免费 比方说如果说如果说你没有保险 那如果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差不多美金1000美元 那差不多一整年的所有的治疗费用 他一年只会收到100块美金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洛杉矶线对心理健康问题 是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到他们 最近因为一些这些这一阵子的这些枪级的事件 那在那个脚身的这个他们也提供了一个服务热线 是有讲国语跟粤语的 是626-545-5660 他们号码是626-545-5660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华人不论成人年长者青少年及儿童 都可善用联邦988心理危机专线 全天候的电话心理咨询服务 并要求免费翻译或延伸服务到 离观众住所最近的非盈利组织 来更便利的获得心理治疗 观众查询更多咨询服务 请上988心理危机专线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